好 我們再來要看到以色列的第二大臣 特拉維夫一個巴士站 週二的時候遭到一輛霍卡衝撞 駕駛還下車拿刀子攻擊路邊的民眾 一名持有武器的以色列平民 當場將歹徒擊斃 而事發之後 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武裝團體宣稱犯案 為的是要報復以色列在前一天突襲 由巴勒斯坦控制的捷寧難民營 以色列以掃蕩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為由 他們用推土機推倒的難民營的房屋 摧毀爆炸裝置和地道 行動也迫使有數千名的難民被迫撤離 以色列第二大臣特拉維夫 週二一輛霍卡突然衝撞巴士站 駕駛隨即下車拿刀攻擊路邊民眾 一名持有武器的以色列平民 當場將歹徒擊斃 事發後 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團體宣稱犯案 在特拉維夫中 摩根達維德凍避避避避8個死亡 其中一是正確的狀態 二是正確的狀態 其中一是正確的狀態 其中一是正確的狀態 或有壓力反應和疾病 周三早晨 五枚從加薩走廊發射的火箭炮 朝以色列境內襲擊 以國軍方表示炮彈全數被攔截 哈馬斯說這是對以色列突襲西岸 捷尼難民營的報復行動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指控以色列犯下戰爭罪 以色列以掃蕩巴勒斯坦 盛戰組織的恐怖分子為由 三號以無人機空襲約旦河西岸 由巴勒斯坦所控制的捷尼難民營 並派出一千名軍力進入難民營 以軍用推土機推倒民宅 拓寬難民營的道路 藉此摧毀潛藏的爆炸裝置 他們也破壞了巴勒斯坦武裝分子 所建的地下通道 當地數千難民被迫緊急撤離 我們主要主要在 掃蕩障礙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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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車從難民營撤離 總理納坦雅虎表示 只是結束了階段性任務 不排除還有更多後續行動 國際援助團體指責以色列 阻擋人道救援進入捷寧 還在醫院附近發射催淚瓦斯 但以國否認 並稱已經發給救護車自由通行證 捷寧難民營位在約旦河西岸的北部 面積不到0.5平方公里 這裡的居民大多是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 被驅逐的巴勒斯坦人的後代 2002年以色列遭自殺炸彈攻擊 政府立刻展開報復 連續數日空襲捷寧 要消滅藏匿其中的巴勒斯坦武裝分子 那一次的襲擊造成重大傷亡 以色列也遭到國際社會譴責 這一次以色列改用無人機和推土機 免憑巴勒斯坦人的家園 規模更甚2002年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宣布 暫停與以色列交流和安全協商 軍方要求自治政府對以色列進行反擊 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要求下 聯合國安理會決定中午召開會議 討論巴勒斯坦控制區的衝突 TVBS新聞總和報導